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的暴政 虽发了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 六国后裔们也乘机起兵造反 天下大乱 在中原混乱的局势下 南海郡守任霄准备采取保镜安民的政策 让南越国免遭战乱 但此构想还未实施 任霄就已经并重垂危 准备搞这个保镜安民措的时候 他直接得了重垂 他得了重垂任效 任效想谁能够帮我实现这个目标呢 他就想起了他的副将造脱 因为这个人必须有管理俊宪的经验 而且他有战争的才能 军事才能才行 临死前 任霄将权力交给了赵佗 任命赵佗为南海郡位 秦朝覆灭后 以身为南海郡位的赵佗 派兵封锁了所有通往中原的通道 公元前202年 赵佗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 并自封为南越武王 赵佗立国后 为了巩固政权和促进民族融合 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合级百越政策 他让越人参加政权管理 鼓励汉越通婚 因地制宜地实行越人自治 为南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中原局势的稳定 南越的处境却是岌岌可危 陈胜吴广起失败后 中原进入到楚汉相对的局势 最终流邦战胜了项羽 建立了西汉 而此时的汉帝国版图上 只剩下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南越 还未征服 南越国自然就成为了汉王朝的 心腹大患 当时汉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还不是南越 而是匈奴那边 北边 那刘邦当时还不太了解自己的实力 他不去打匈奴了吗 一开始想去比那种 差点死了吗 通过纪摩才自己逃出性命 他才知道汉朝当时是要修养身心 不能打 于是刘邦顺水推舟 承认赵驼南越称王的继承事实 并于汉十一年派陆甲出使南越 颁布自己的照命 陆甲这个人是很有才气的 总理之才 有文学之才 然后这个仪表人才 那个特本能合计 我想是非常优秀的 叫外交使节 在刘邦心目中 他是外交人才的第一人选 陆甲来到开始他不太满意 他不理陆甲的 他把陆甲撂到城外 不接见他 等了好几天 等了好几天 才来 才来 才来接见他 大汉朝廷 太中大夫陆甲 拜见赵将军 我已经当了十年南越国王 还要别人来封 大汉之诸侯王 结为大汉皇帝所封 那么陆甲马上就看出了 赵陀这个血液里边 留着的就是咱们这个 汉民族这个礼法制度 而且这个陆甲本身就是 著名学者的 雄旷的这个学生 一个礼一个法 是永远是中国人 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你们本来就中原人 跑这个地方来 弃关带 背天信 然后违背老祖宗 这不是咱们中原人所为 考虑到西汉的国势强大 权衡利弊后 赵陀决心归汉 自此南越国 也就正式成为 西汉的一个诸侯国 双方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大大加强 贸易互有所补 各获其力 岭南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应该说当时 在前一段发展是比较好 这次是汉越和好时期 但是到了吕后执政的时候 吕后听人家说 那个南越国 反正有人讲他的坏话 就决定对南越国实行经济封锁 史料记载 吕后五年春 颁布了所谓的别役蛮夷 隔绝器物的政令 彻底断绝了与南越金铁 田契 牛马 杨旭的交易往来 去唐安的人 没和商队一起回来 没有啊 那针口买到了吗 牛二十马八十都是公的 不是让你多买母的吗 我们到那儿才知道 女后早已下令禁止于南越通商了 金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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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透流了赵驼派去的三位官员 这年春天赵驼再次称帝 紧紧守住武陵的天然屏障 致使汉语两军形成了长期的僵持对峙局面 这种局面直到第二年屡后死后 汉军竟难以获胜才开始罢兵休战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继位不久 便颁照大赦天下 并再次派陆下带着赵书出使南越 赵书中汉文帝承认了屡后的过错 希望赵驼分器前换 中金以来通事如故 面对汉文帝的诏书 赵驼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汉文帝也看了这种大事 他实际上用了个词叫掏光养晦的 那么就很主动地写了一封信给赵驼 这封信一直被公认为 就中国公文的第一典范 皇上 这是在骑山关叫获陆甲身上的圣誉 说南越之变过在朝廷 南越之变过在朝廷让赵驼感慨不已 他再次以大据为重 以安国安民为本 不计前贤 与汉恢复了以前的关系 从此南越国对汉称臣 行诸侯之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